大家好,我是徐永老师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正宗的上海人喜欢吃的葱油拌面 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吧 需要准备的材料有葱,辣椒,糖,盐,酱油,油,还有面 葱要多准备一点,因为我们要做葱油 我们先做酱汁 在碗里边倒入酱油 放上糖 再放一点盐 搅拌一下 多倒一点 开小火放入葱 开小火慢慢炸葱油,一直到葱黄黑色为止 好,现在葱已经变成了黄黑色 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我现在把里边的葱已经拿出来了 现在我们进行下一步 因为我喜欢吃辣辣的,所以我要在里面放一点辣椒 如果你不喜欢吃辣的话不用放了 我们放上刚才调好的酱料 好,大约20秒就可以 这样葱油拌面的酱料就做好了,味道特别香 这个葱特别脆 而且这个酱料特别香 现在我们快速的煮一下面条 用手擀面最好吃 那我们把葱油拌一下 拌一下以后倒在面条里边 拌好了以后,我们再放上葱 刚才炸好的葱 再放上一点新鲜的葱花 是不是看起来很好吃啊 又简单又香的葱油拌面 大家试一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D treated